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零售业的销售总额超过有三成之多 不过随着疫情的扩散 全球各国现在也陆陆续续都对路克拉起了封锁线 荷兰国际集团安居就推估了亚洲将会是重灾区 各国今年恐怕会因此损失最高大约有3.5兆台币 您所预定的旅程是不是也按下了暂停键了呢 没错 防疫当前的阶段 所有的旅游跟活动最好还是要仔细思量才好 不妨您就跟着我们T1点走读世界遗产系列 而我们今天要带您走访的是两个具有神秘色彩的国度 一个是埃及 另外一个则是北韩 没错 说到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埃及 您一定会立刻想到金字塔 以最大的古夫金字塔来说 整地的面积足足有六个足球场大 砌成相当于42层楼高的金字塔 以当时的工程技术来说 到底是怎么盖成的呢 又为什么要盖成八面锥形体 更令数学家们感到惊讶的是 金字塔同时拥有黄金比例 还有圆周率都除不尽的数字 这又有什么含义呢 我们先看报道 古埃及人留下了壮观金字塔 吸引无数游客及考古学家探访 大部分的人认为 金字塔是法老的陵墓 不过金字塔的形状 到底代表什么意义 这些屁楼形成这样的形状 是因为它表现天亮灯 当初建设计那样的形状 有人说金字塔上肩下宽的形状 就像从乌云中射出的万丈光芒 象征法老的生命 跟太阳一样周而复始 这个说法很可能源自 第一王朝时对太阳的崇拜 而在开罗附近太阳神庙中 找到了尖形石碑 似乎也印证这个说法 这座石碑就像是迷你版的金字塔 这座石碑就像是迷你版的金字塔 考古学家认为 石碑一开始 应该是放在金字塔顶端 献给太阳神圣物 更有人认为这座石碑就是金字塔的雏形 因为在金字塔出现前的文献中 就已经有这样的三角形符号 不过到了第四王朝时期 夜空中的星星地位变得更重要 著名的古夫金字塔 更是直接盖在四个星座正中央 国外集人相信四颗星星就像灯塔 因到我望者加入永恒星辰 金字塔前的人面狮身像 每年春分和秋分这两天 太阳都从它的正面升上地平线 也代表着生生不息 金字塔在几何学上的巧合 也能看到古埃及人追求永生的努力 科学家发现金字塔底面积除以两倍塔高 正好是著名的圆周率3.14 底边的一半处以斜面长度 得出的数字则是1.168黄金数字 有数学家猜想 古埃及人可能认为 除不尽的圆周率象征永恒 黄金比例则是美丽及和谐 不过金字塔实际上代表的意义 恐怕永远是个谜 欢迎来到埃及 没错 讲到埃及 可能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 最近有一个新冠确诊病例 就是参加了埃及还有杜拜旅行团 回来才确诊的 所以可能大家会心惊惊 没关系 跟着我们的节目 来旅游埃及就好了 马上来介绍两位专家 第一位要介绍的是艺术史学者 邱建英 邱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邱老师会谷埃及文 会一点 也太厉害了 好 另外一位也是埃及通 不过您涉猎的更多 已经第三次 大家一定非常熟悉的 马基康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世界遗产资深导游 同时您也是世界遗产协会的讲师 今天好好再来帮我们介绍 第三题这个世界遗产当中 到底有哪一些神秘奥妙之处 不过我们马上讲埃及一定要从金字塔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档案 数量目前有七八十座 不过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金字塔并不是埃及独有 其他有一些国家跟地区也是有金字塔 类似的建筑 只不过埃及它的规模最大数量最多 目前的统计大概七八十座 可是为什么写一个数量为定阿玛老师 其实我们讲说埃及学 它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学问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埃及 事实上它可能会因为新的考古 而推翻以前我们所谓的这样的认知 所以我们讲七八十座 基本上是一个保守的说法 因为根据现在出土 不管损毁的 或是大家常常会去埃及造访的观光景点 比如说有名的古夫金字塔 弯曲金字塔 全部加起来大大小小 大概有112座左右 所以到目前为止 发现了就有112座 而且说不定还要增加 说不定还有可能会有 对 好 那么它的功能 其实大家观众朋友应该也很知道 是法老的陵墓 好 刚刚老师已经提到了 古夫金字塔 对不对 好 又称大金字塔 它是在西元前2670年建的 所以距今你看已经有 将近五千年 对 然后它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而且是目前现存的 这七大里头还存在的 唯一在 其他的都没有了 都消失不住 对 比如说其他的有什么 我们以前念历史的时候 有那个巴比伦的空中花园 对 或者是这个 希腊的罗德岛的这个宙式巨像等等 这些其实都已经看不到 唯一看到的就是埃及的古夫金字塔 所以就是它的地位可想而知 然后它是在1979年的时候 入选事宜的 对不对 好 它的高度 还有你看它是230到250万块的 石灰岩契城的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地位 是不是请马老师继续帮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除了刚刚提到的 世界古代七大奇景之一 更重要 埃及人其实有一个俗言讲 人的杀手是时间 因为我相信在电视机观众前面 很多女孩子都很担心 岁月在脸上刻画出痕迹 对不对 埃及人认为时间也有杀手 时间的杀手就是金字塔 为什么你可以看到 距今将近5000年前所盖的建筑物 事实上它还完整如初的 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所以根据科学家的一个研究 根据它风化的一个程度 我们今天要把古副金字塔 完全移为平地 在自然风化的一个演变过程当中 你们发现还需要6万年的时间 6万年 你我在哪里其实都不知道 很多我们现在觉得非常雄伟的建筑物 可能几百年之后 就已经消失在地球的表面 金字塔你可以看到 从以前到未来 可能都是地表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雄伟的建筑 当然金字塔其实它的原名叫Paramid Paramid其实并不是埃及人自己称呼 其实是古代 我们今天认为看到这个金字塔 其实多半来自于古代希腊 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希罗多德 他在历史这一本书当中 其实是提到金字塔 他们古代希腊人也曾经看过金字塔 他们说这个金字塔不就像我们平常吃的 那个一个甜点 所以Paramid其实是古代希腊人吃的一种甜点 三角锥 我常常开玩笑讲 还有不是台湾人先看到 台湾人看到可能把它叫玉饭团 因为很像玉饭团的三角形的样子 为什么叫金字塔 其实就像中文的金这个字一 而且以前真的在顶端 它是镶嵌这个黄金的 我们看到今天非常如此雄伟的建筑 当然大家可能会很好奇 这么大的建筑物到底怎么盖的 其实来到埃及 我们刚刚提到112座金字塔 各位一定都要到尼罗河西岸去看 在东岸绝对看不到 如果你听到有一个朋友 从埃及回来跟你说 我在埃及尼罗河东岸看到金字塔 两种可能 第一个它搞错方向了 第二个可能 考古的新发现 就是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前的认知 因为古代埃及 各位知道它是梵林思想 而且它最崇拜叫太阳神 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 从西边落下 就好像人生命的一个循环 所以当然人死后 就是葬在所谓的 尼罗河西岸的地方 金字塔当然就会站在西岸 金字塔以前其实不是像这样子 完全密合的 最早的时候 其实它是阶梯式的 最早的叫做阶梯金字塔 是埃及古王国时期第三王朝 叫做佐塞尔 他所盖的 而且这个新建者 我觉得他很有意思 他名字大名鼎鼎 印和田 观众朋友一定听到过 这个神鬼传奇里头的反派人物 要来复仇者 对不对 这个印和田跟 这个电影的印和田 其实不太一样 对不对 老师 确实不太一样 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卓斯尔这个金字塔 他其实他是第三王朝的 古外籍的历史的话 分为古王国 中王国到新王国 三个大阶段 中间还有几个小阶段 但是重点是 古王国时期的话 从第一王朝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呼福那一个 已经到第四王朝了 从第一到第四王朝中间 还有三个王朝 那这一个的话 就是第三王朝的 所以可见的在这个之前的话 应该还有更古老的形式存在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接地金字塔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是 应该它是模仿至更早的 另外一种建筑 我们称为Mastaba建筑 Mastaba的话就是泥砖的意思 它是用泥土一块会去堆起来的 其实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讲这种 叫做石头金字塔的前身 所以其实重点是 一王朝跟二王朝的时候 其实可能还有更古老金的塔 可是因为泥砖 它没办法保存 所以后来都不见了 只剩它而已 但是重点是 是谁把它从泥砖 变成是石头的 这是关键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印和田 我们中文翻译 那教各位一个 很基础的古埃及文 这个印和田 就是印这个字的发音 跟后面hotep这个字的结尾 所以它是印hotep 它的读音叫做印hotep 印是西方的意思 hotep是满足的意思 所以印和田的话 它的真正的意思叫做 让西方世界满足的人 这就是印和田的意思 这个人是谁 他其实是大祭司 他是当时这个 一个神殿 就是说Hedopolis 我们现在叫做太阳神殿大祭司 但是重点是 他为什么说干成这个样子 现在也不知道 他就是把那一个泥砖 他完全改成石头而已 所以这个人真有其人 而且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电影 看那个什么 那个小说里面 把他讲得好像神神龟龟一样 还会这样子吃人之类的东西 告诉各位 他不会吃人的 他不会 反而是埃及非常尊重的 对 他实际上是一个 如果说从整个埃及史来看的话 印和田在这个第三王朝的时候 就是个大祭司 那这个大祭司可能 在那个时候 他可能这个 因为祭司是魔法 掌管魔法的力量 那医学这个东西 医药 在古埃及时代的世界里面的话 认为跟魔法的力量是相关的 那也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其实这个印和田 他其实到了后来的时候 他变成是医药之神 而且在现在的 埃及的考古挖掘里面 在埃及的晚期的时候 其实当时 其实已经出现了 那个所谓的印和田的小祭司像 就是大概这么大一个 每个这么大一个 那上面打个小洞 干什么用的呢 这个出远门的人 每一个人把印和田挂身上 妈祖祈福用的概念 有点像是那个妈祖的概念一样 就戴在身上 就是保佑你平安 所以到后来他也是 埃及的华国 对 他也是华国 对 他也是神 就是印和田这个人 OK 好 其实后来有出土的 这个古埃及的守闸 让我们更多地了解 这个金字塔到底是怎么盖的 我们马上来看这个包 大金字塔是埃及第四王朝 法老古夫的陵墓 距今四千五百多年前的 青铜石器古人 如何对叠出这样的庞然大物 一直是千古之谜 大金字塔有两百五十万块 上好花岗年砌城 石块之间排列紧密 甚至连刀片都插不进去 据说当年动员十万人 花了二十五年时间 才行键完成 从古之今让考古学家们 大惑不解的谜团 现在也许有了答案 监工马拉的笔记是史上唯一有关运送金字塔 巨石的第一首珍贵记载 考古学家如获至宝 同时在大金字塔底部 全形发现的古老木造船只残骸 让世人得以一亏四千五百年前的 船运技术 从远方载运巨石 来到金字塔所在位置 考古学家一样画葫芦 打造出当年载送巨石的木船 用了超过三英里长的绳索才大功告成 远方的采石场也在加紧开挖 12名大汉花了两个小时 才把巨石切割出来 检验合格的巨石才能送上船去 运到金字塔所在 只是尼罗河距离大金字塔 还有很长一段路 监工马拉罕手下徒手打造出绵密的运河水道系统 并且建造了内陆港口 在运巨石的船只一路直达大金字塔 石灰岩和花岗岩石块远远不绝从800公里外送了过来 仿造当年的古老木船 经过实地测试 的确载得了2.5吨重的石块 建造金字塔的浩大工程 4500年前就能搞定 靠的不是外星人 而是古人先贤的智慧 安提金塔其实在爱菲尔铁塔盖成之前 一直是地表上最高的建筑物 而且4500到5000年前就已经盖出来 所以很多人一直猜说一定是外星人盖的 不然怎么有可能对不对 但是后来在前几年这个英国的建筑师 他试图要提出一个比较符合 现在科学或者是现在物理学原理的一个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在网路上我们很容易就找到 这样子的一个报导 它是用石块然后绑上这个是什么呢 羊皮囊 藉由这个浮起来之后就有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是船 对不对 刚刚在报导当中是船 但是也有牛只把它运送到应该要去的地方 就是要建筑的这个所在地 但是很多人就会说 问题是金字塔很高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光古夫金字塔就146.59公尺高 这么高的地方 这石块又是怎么运上去的呢 结果他们一样 用的是水闸门 就是顺着这个闸道往上 然后如果说把这个闸道关闭之后 那个水的浮力跟这个重量 如果可以取得平衡的话 就可以顺利的把这些石块送到高处去 对不对 我们来请教一下邱老师 您今天也帮我们准备了一个实验 对不对 在这边看到这个人是一个乒乓球 他就是假设他是用羊皮囊来做的 就是羊皮里面灌空气 那里面这个方形的这一个 这个的话假设它是石头 那问题是怎么样子把这个东西运送到这个上面去 140几公尺的高处 其实现在有个推测是怎么说的 利用水的浮力 那怎么做呢 我们准备一个小实验 在那边看到这个水槽里面 看到一个管子 那管子里面我们另外准备另外一个透明的管子 我们假设这个就是这个运送的那一个渠道 我们放中间这边过来 OK 那各位看到没有 这下面有水 因为上面是密闭了 所以这个水的话 基本上就是充满整个管道 那如果说我们把手上这个东西 放到它的下面去的话 你看到下面这地方过来 那都放进去以后 只要不要让水漏出来的话 那么这个东西就顺利的往上升了 这个很快就升上来了 就升到顶了 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话还是利用水力 那其实在国外集的话 利用这个尼罗克的河水 来搬运石头 可能他们这个最近的推测 可以有可能利用这个水力的浮力 让这个石头可以从这个下方 往上面升上去 那140几公尺的话 大概就是升到最顶端去的 好 有关于埃及的故事 真的是非常的多 其中最有名的法老是谁呢 这位法老王 图坦卡门 为什么会这么具有传奇的色彩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聊 请别走开